一起学团队于11月21日起 在台北市南港区休德国小举办为期两周的开箱季活动 一起学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共同推动的合作方案 让艺文团队进驻在国小内的闲置空间 提供团队排练创作 一起学它算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里面的 异想空间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文化局的异想空间 它就等于说在整个台北市的一些比较 比较少用的一些空间 它就会把它改建成 可以让艺文团队进驻 无论是当成办公室或者是排练场 因少子化冲击 许多国小教室无人使用 造成空间闲置 根据教育部180学年度 台北市国民小学教室空间设置情形统计资料 至少共有160间教室可供使用 那当时是因为教育局它列管那个鱼翼学校名单 那我们有针对它名单上面的列的校舍 我们文化局有去进行现场的访查跟现刊 因为我们艺文团队需要使用的这个空间 它可能比较需要这种读动式的 那要依据它的那个原本教室的大小 去做一个作为排练场这样子的规划 修的国小呢那个鱼翼空间大概有12间 那我们统计出来12间之后就是准备跟文化局做合作 如何确保合作品质 让艺文团队进竹的同时 维持国小安全 为双方需要达成的共识 我们后来有装了一些木格杂 然后规划出一起学的团队他们进出的动线 要经过警卫示范证 然后我们有加装一些电子科技的红化线 感应电子围离 让就是说学校也可以安心 孩子也不会进去干扰他们运作 一起学提供进驻团队排演与创造的空间 而团队则透过授课方式回馈给国校学童 艺文团队可以用比较低额的租金 或者是比较用回馈的形式 可以去回馈他们进驻所产生的成本 一起学计划目前已脱离试办阶段 且成效优良 吸引其他国校与文化聚合办 透过多方合作 有效利用因少子化而造成的闲置资源 让学生能在多元发展的环境下学习 记者 单伯罕 朱默雅 综合采访报道